是遭受灾难或是遇上幸运 怎样去面对 采取何种行动将会影响我们之后的人生 我这样想了后 就决定无论是遭受灾难还是遇上幸运 不管是何种考验 我都应该以感谢之心予以接纳 即使遇上不幸 我也要心存感谢之念 去接受灾难的考验 我会这样想 神明和大自然让我承受这么深重的苦难 一定是为了让我意识到什么 是在提醒我 所以才用灾难来考验我 那我就应对带来灾难的自然表达感谢之意 随后我又想 我们都拥有克服苦难 坚强生活下去的勇气和意志 无论面对何种灾难都不应屈服 要直面严酷的现实 鼓起勇气 凭借绝不服输的强烈意志 去努力克服苦难 但是 人在遭遇灾难时 往往怨天尤人 为什么 偏偏是我遭此不幸 以致忧愁悲叹 自暴自弃 但是 一味发牢骚 说怪话 人生只会越来越暗淡 我认为 绝不能让自己陷入悲观失望的境地 无论遭遇何种灾难 都应该将其当作神明给予的考验 坦然接受 积极乐观 一味努力向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